那個效率能夠提高 我想大概規劃了一下吧 就是說可以從最基本的 假設你一般人使用習慣最多的應該 應該就是函數啦 那函數如果你做得出來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還要再讓這個函數的速度更加快 或者是說如果你希望 可能你要做的事情不是 因為函數只能一個 一個儲存格就放一個函數 你不能夠做連續的動作 那如果說你要連續的把 比如說很多個很多個這個欄 按個按鈕自動完成的話 那這裡的話可能就需要配合那個VBA 幫我完成這件事 那函數部分的話 應用目前比較廣泛 大概就是會有五種啦 我大概區分出來 當然也不是只有這五種 那還有其他的 那也有些函數可能你即便沒用過 但你也可以 大概方法都差不多 那我把它規劃出來 大概有文字與資料函數 邏輯 日期與時間 數學 跟尋找與參照 尋找與參照跟資料庫比較有一點關係 那這個第一個 請各位等一下先幫我開啟這個 範例檔裡面的第一個範例 文字與資料函數 那這個裡的話會有簡單一些說明 那不過實際上你打開來 第一個可能我們會需要 解決的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這個範例檔 這範例檔裡面 假如說我希望能夠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手機 這個是某電信公司 它的那個上課的一個範例 那它的需求是這樣 因為客服人員每天都要處理大量的資料 但是它會把某部分的資料切割成三個部分 一個手機其實會區分成三個部分的資料 包含就是電信業者 包含就是門號的區碼 跟門號的末碼 那你要把這三個東西組合之後 希望變成看到的結果 是像這樣的格式 也就是說前面必須加上09 然後11 再一個這個 減的符號 再一個門號的區碼 可是門號區碼如果是兩碼 你要自動幫他補一個一碼 那如果後面是一碼的話 你要補兩碼 中間再加個減 再把這個結果呢 輸出到這邊 那當然你有很多個 你就必須要把它完成 那這種解法裡面 不過這個 當時那個電信業的主管 它是 他們資訊主管是想到幾個方法 但第一個你要用串接符號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函數裡面如果你要串接的話 第二個的話呢 它會希望用到兩個函數 一個函數是叫做REPT 不知道各位沒用過這個 這個REPT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repeat的意思 repeat的意思是什麼 它是一個文字的函數 這個文字函數主要的用途很簡單 要重複 重複什麼呢 重複你給它的某一個字 那比如說這一題就是重複幾個0的意思 因為我需要的 在這邊假如說 如果兩個字的話 那就重複一個0 如果是一個字就重複兩個0 那如果裡面是沒有的 就0個字的話 那重複三個0 那如果三個字 那就不重複0 那你要怎麼樣剛剛好 可以完全搭配 那這個時候你要判斷什麼 用len去判斷 門號的區碼 或門號的末碼 大概它要幾個字 那幾個字 再去重複幾個 那這個邏輯 那你如果知道這樣的邏輯 可是你要如何把這樣的邏輯 變成這個最後的這個結果 那這裡面當然方法很多 這個如果說有限定 用這兩個函數幫我做出來的話 你有沒有辦法把這個完成 這個部分我想各位先想想看好了 那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假設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REP加LEM 這個好像有點 好像有點太複雜了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那再來就是說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 最好是旁邊加個按鈕 然後呢 我就給它按一下 這個事情就全部幫你做完了 有沒有辦法 怎麼做 對不對 好 這個是可能是下個階段 就是 把函數的方法變成一個按鈕 有什麼方法可以變成一個按鈕 不過這個按鈕目前是還沒產生 還沒有出現 那我們要把它做出來 這個是第二種方法 這個是VBA的按鈕 那這個按鈕的話 實際上就是一個程序 不過還有一個同學 後來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我的需求 不是只是按按鈕 我的需求是 看看你可不可以幫我在這個插入函數裡面 幫我產生一個函數 那個函數是專門針對這個問題 而設計的 那當然內建的函數 就是裡面有的函數 有沒有剛好符合這個功能的 當然應該是沒有完全Match的 那你有沒有辦法怎樣 在這裡面插入函數的時候 產生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是你自己定義出來的 那它可能會跳出來 給你三個格子 一個蘿蔔一個坑 幫你把電信業者放進去 門號的區碼放進去 門號的末碼放進去 那你的結果就做出來了 如果有的話 那這樣的話會更完美 OK 那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所以首先的話 大概先了解一下這一題的邏輯 那這個是綜合練習 不過在了解這個之前 你恐怕你對REPT加LEN 或者是相關的文字函數 也許你比較陌生的話 請各位切到前面的REPT的這個工作表 這邊有個練習 稍微練習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要練習REPT的話 在這邊等級 那比如說100 銷售量100就給1顆心 200就給2顆心 那當然你要怎麼做 比較笨的方法 複製貼上 一個看到一個 比較不可能這樣做 那如果說你要快一點的方法 插入函數 然後呢 找到文字函數裡面的什麼 這裡面的話 它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REPT 文字喔 特別注意喔 它是在放在文字裡面的REPT 那你怎麼了解函數的使用 其實不用10倍了 你看下面就知道了 TESER LUMBER TIMES 中間加一個豆點 表示它要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要TESER TESER就是一個文字 什麼文字呢 所以你給它一個什麼 這個東西就好了 所以把這個東西塞在第一個參數 重複幾次 消售量 除以多少 除以100 OK 這樣的話 做法按確定 文字 REPT按確定 文字給它 那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你把它按F4 把它鎖起來 不然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的劣號會增加 不過實際上喔 當然比較標準的做法 其實你按F4按兩下 會比較標準 為什麼 因為你向下填滿 其實只有裂號會增加 藍號不會增加 藍號什麼時候會增加 向右填滿的時候 藍號才會增加 所以其實鎖 只要鎖裂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它就永遠都會指向哪裡 指向C1的位置 因為你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OK 第二個的話重複幾次 重複的次數是根據銷售量 再除以100 OK 那它回傳的結果呢 會是這個1.58 不過還好是說 它重複的次數 只會取那個什麼 整數的 小數點它不會理會啦 不過 其實這樣的做法 不算太標準 最好 最標準的做法是 你給它的次數 就應該是一個整數了 沒有小數點 所以如果你在更標準 假設我今天希望 除完之後 我不要小數點的話 那你要怎麼辦呢 勢必你要把這個除之後 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那如果說你要無條件捨去小數點的話 你會想到哪一個函數呢 好 RUN的是45路吧 對不對 還有沒有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過 這好像蠻常用到的 就是 有一個函數 叫做INT 不然沒有用過 INT 這個INT 是做什麼用途呢 就是說如果以後 你的一個數值 裡面有小數點 那你希望讓它的小數點 無條件被捨棄掉的話 你就在這個東西有沒有 外面再包一個INT 它就會把你的小數點 無條件捨棄 就是1.58只會留下1 58怎麼樣不見了 當然如果成立45路的話 那就用run的函數 不過因為這邊的話 它158 你不能說158變兩顆星 不對啊 因為45不是我們不是要 我們是你要滿100才給一顆星 所以這邊的話 會用到一個叫INT 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個地方函數應該大家都會用 只是說可能沒有想得那麼清楚 尤其像藍的鎖定 這個好像有些同學應該 為什麼鎖單邊 以前反正F4按下去就對了 那你要去想 向下填滿的時候 只會增加列號 但是如果你前面加一個鎖的符號 它就不會增加列號 那向右拉的時候 它會增加藍號 C會變成D變成E 如果你向右填滿的話 那你就鎖前面 這個觀念很重要 尤其是你在大型的試算表裡面 這個觀念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可能要做得很辛苦 你要做很多次才能完成 好 好 那這個地方做完之後 按去確定 那再把它置中好了 向下填滿 答案就出來了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LEN 那這兩個函數 還有其他幾個函數 你們也試試看 主要是瞭解文字 文字與資料方面的函數 那作答完之後 如果已經有FU了 你覺得這個可以做出來的話 你再回到這邊 再把這個做做看 第一階段函數練習 第二階段 可能還不過癮的話 變成一個按鈕 我們需要是按個按鈕 全部都做完了 怎麼做 我想這個等一下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